大家好,这是游戏废人 相信从开服到现在2月13日的玩家 应该都对毒性火花感觉到有点腻了 都会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把毒性火花换掉呢? 或者难道我就要一辈子玩毒性火花? 但其实我觉得毒性火花在游戏里面算是一个设计的还蛮不错的技能 因为它的下限很高,但是它的上限很低 也因此对于新手玩家,尤其是无课玩家来说 它根本就是无课福音 它可以让即使是无课的玩家也可以很顺利的通关主线 但是到后面,你想要打怪比别人快,你想要比别人强 你就不会去使用毒性火花 因为毒性火花它虽然是投射体,然后它也是毒性 但是它不吃中毒,不吃投射体,又没有打击属性 也因此它能够吃到的增伤非常非常的少 而游戏里面大部分的增幅都是增幅在打击以及投射 然后甚至还有像是元素以及物理这些属性上面 而且大部分我们的技能都是有打击属性的 偏偏持续伤害以及打击属性的增幅往往会有冲突 我们这个专门化2里面上面有这一颗 持续伤害10%增幅,但是打击伤害减幅5% 你如果点了这颗以后,除了毒性火花以外 所有的技能都会变弱 偏偏毒性火花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变成是辅助第二个技能 也因此你反而变成为了附属技能去牺牲了主技能的伤害 而且你主技能通常都应该有打击 因为你没有打击根本没办法当作触发技能 所以说像这个我在后来点的时候 变成是最后一颗不点反而比较强 那当然我现在因为全部换成打击了 就所谓如果你低一下就直接把怪打死 你干嘛还需要持续伤害 而所有的属性不管是毒性或者是其他属性到后面玩 其实概念上都是一样,我们就是拼直击伤害 我们一下打个十几万,二十万 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在那里几万几万慢慢跳 当然我现在是没打到那么高啦 那当然我现在还是玩毒 因为我之前的伤害球全部都是吃毒 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还是玩毒比较好 但我现在已经把毒性火花还换掉了 而且我在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情况下 我光是把毒性火花换掉 再把几个辅助技能稍微换一下 现在就已经有比毒性火花还要强的伤害了 那我现在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 我把技能换掉之前 毒性火花记录先留存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 就是我之前用毒性火花打出来的伤害总结 好,那这个伤害总结 其实已经算是蛮高了 总伤害有破百万 那每秒伤害他在打的时候 大概是在110万左右跳 那我现在换的是 我把毒性火花换成了瘟疫之刺 而攻击一样是用投资暗器 瘟疫之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高伤的技能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等级28 瘟疫之刺的基本伤害已经到了每下616% 之前我用毒株一直弱到爆的原因 就是因为毒株的基本伤害已经很低了 他每次升级还只加1%而已 瘟疫之刺基本伤害200多% 他每升一级伤害加8% 而且瘟疫之刺他没有中毒 他是瘟疫 所以我串了猛毒以后 并不会影响瘟疫之刺他的毒触发 这也是他最好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瘟疫之刺他只有一根而已 所以你一定要串多重发射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他打群怪范围 并没有毒性火花来得高 但是因为多重发射 他到了红色的时候要到传说 我现在也没有到传说 到了红色传说的时候 他会变成额外再增加2个 也就是4个发射体 那5个发射体的话就很够用 而另外一个我还有多余的空格 那一个我应该会贯穿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合到贯穿力了 虽然说也可以串连锁 但问题是串连锁会有伤害减幅 伤害反而会达的比较低 那我另外两颗的话 座纹伤害增加这个我之后会换掉 至于要换什么 有可能会看有没有办法拿到 第二颗元素伤害增幅 这样子会比较高 因为增幅比增伤来的强很多 要记得有增幅优先学增幅 因为我有点了天赋里面的不会暴击 所以执念对我来说就没有缺点 打击伤害增幅22%这个非常可怕 执念我已经有合到两颗了 所以等到之后我的投资汉气 用到5年以上 我再串第二颗的执念上去 这是我目前的串法 我就直接实战给大家看 先打木砖给大家看 再放我实战的影片 直接开打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跳的伤害大概是在120多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跳的伤害大概是在120万左右 那这个伤害也比我前面在用毒性火花的时候来的高 而且毒性火花其实还是有三个在串 那这个伤害 而这个伤害跟毒性火花最大的差别就出在于 毒性火花那个是持续伤害 但我这个是几乎直级伤害 也就是我光是纯直级伤害就已经比毒性火花 在那里慢慢跳累积出来的总伤害还要多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用持续伤害 我直接用直级就好 当然可能会有所谓的跑步以及走位的问题 但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机体 这个是我的总结 那差不多就是投资暗器占了65% 然后瘟疫之刺占23% 但是这个是因为我的位置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不太好 这个位置其实我只有打到两只而已 就瘟疫之刺第三只应该是没有打到 因为我之前其实有些人测试过 瘟疫之刺如果有第三只打到 其实应该是大概120万左右 刚刚有提到可能会有走位问题 但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面板 我的攻击速度是2.3 然后我的移动速度 再加上我的瞬移技能 冷却时间只有4.72秒 而且我可以连放三次 所以后面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打王的时候 其实走位是非常顺畅而且非常快 因为我只要停下来就可以立刻攻击 即使会有一些攻击中断 但是相比之下 已经不会跟我之前在跌堵的时候差太多了 这个直级伤害其实就很够用 玩到后面其实不管你是要玩冰 玩物理或者是玩雷 到后面其实也都是类似的概念 只是你玩的技能不一样 走位概念以及施放的时机也会 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天赋是怎么点的 那我的天赋的话 基本能力我的目标是全部200 因为我之后想要拿这一颗 全达到200以上伤害会加40% 另外因为我的技能关系 所以我一定要点敏跟智 问题是我又想要拿这一颗 为启动防护罩的时候 元素伤害增幅15% 只要你没有防护罩 它就会永远增幅的 所以我要穿的是 防御加上回避的装备 那我力量敏捷智力 就都一定要点高 那既然都点高了 那为什么不干脆就是直接 全部200 然后拿这颗加40%伤害 那我就直接从头开始看我的天赋 首先就是一样攻击 那我会走攻击速度 再来二层的话 一样走这个伤害 因为这个20%非常香 一定要拿 三层的话我有点两个 其中一个是后面补的 一开始我先点生命药水 那之后有需要补其他点的时候 我再从这边补 这里有加攻击 又有加命中 又有加血 算是一个很平衡的 因为我现在血量也有3000多 被怪打到其实也不会被秒 那再来第四的话 是直接分开各点三颗 分别是生命这里 拿生命跟回避 以及这边拿攻击 以及投射体伤害 因为我那两招都是投射体 然后接着点到第三个 后面不点是因为 不管是攻击暴击持续伤害 还是范围都对我没有用 所以我后面点下去的话 等于是浪费了一点 而我只为了拿那10% 魔力加30对我也没有用 所以就不需要后面点下去 五的部分就只有点这里 加血又加伤害 然后再加一点回避能力 因为我们还是要 撑一些自己的防御性能 六的话有点两个 一个就是攻击速度 再来就是毒性 对玩毒的来说就是很重要 当你是玩什么属性的 这一排基本上都一定要点一排 再来七的话 还是强化药水 因为能够强化药水地方太少 而且我这个玩法是没有自动回血的 所以你所有补血都要靠药水 所以药水冷却恢复量 这些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这边的话其实补两点 之后有多的会再补下去 但是不会补到最后一颗 因为我这个流派 基本上命中率是百分之百 所以只补到下一颗 伤害以及攻击速度拿完 可能就会补上面的精锐伤害 再来八的部分的话 伤害状态异常加伤 但是这里我有考虑再点弱化状态 因为毒性除了有中毒以外 其实还有失明状态 而且有一颗就是失明增幅 它也可以让你对失明状态的敌人 增加额外的伤害 而这里你光是有失明的话 就可以额外再打30% 只要让投资案继续打出失明就好 而且失明也可以让敌人的命中率下降 提高自己的安全度 再来这里就是点血 点下面生命无法复苏 但是生命力12%增幅 这会加你非常非常多的血 这也是我称雪最主要的关键 生命无法复苏 除非你想要用红色技能这一颗 建议的复苏力 如果你点了刚刚无法复苏的话 这一颗等于是少了一半的效果 就比较没有用 要不然的话 我都会蛮建议大家点这一颗 去增加你的血量 当然如果这颗点完 你就血还不够 你可以再点上面那一排 专门化部分我也讲一下 专门化部分首先先是移动符文 这个一定要点 再来就是压制 因为我们不走持续伤害 所以持续伤害那一排没有用 那这一整个全部里面 因为我也不走暴击 点暴击那一条也没有 所以我就是走打击提升 然后再加上压制 整个效果我也都可以吃得到 再来就是专门化二 专门化二部分的话 则是用加速力 同时提高我移动速度 以及攻击速度 所以我攻速跟移动速度 才会这么高 再加上后面有打击伤害8%增幅 以及下面这里打击伤害20%增幅 所以我打击伤害可以增幅非常多 再来就是最后还没有点完的小西 小西我还有4点可以点 这4点我会先点左上的佩戴短件部分 把佩戴短件加元素伤害增幅这个点完 之后我就会点下面的防护罩加10 以及元素伤害加15%增幅 其实基本上就成型了 我多余的点数都可以考虑看看 是不是去补一些血量 或者是防御性能 提高自己的耐炸程度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